欢迎回到美洲360 今天我们又来看一下上个星期发生的车谈大小事 因为上个星期有车展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还值得期待的新车发布哦 在进入影片之前 记得包满按赞订阅分享 首先要讲的就是全新一代的 Avanza 在印尼发布了 其实之前我们对于 Avanza 的印象就是一台 非常适合载货的小型骑人座车型 而且它采用了这个 Semi-Leader Frame 的设计 还有这个后轮驱动 但是新一代的车型上面它改变了很多 首先它全球首发的 DNGA-B 这个平台 DNGA 是达亥数家族的这个模组化平台 例如像是 Artiva 等等的车款 都是采用这个平台 但是这一次新的 Avanza 采用的这个平台更大更先进 它的轴距达到了 2750mm 这个 2750mm 基本上已经隔壁一些 C-Segment 的车款太大了 所以采用这个平台的话 这个 7 人座的车型内部空间应该会相当的不错 而这一次 Toyota 也非常的独特 他们推出了两个车型 一个是普通的 Avanza 一个是 Avanza Veloz 这个 Veloz 的版本非常的有质感 非常的好看 那就是说它的车头采用了非常多 刚硬的线条营造出运动感 至于在车尾则是采用了 3D 连贯式的 LED 尾灯 看起来跟 RAV4 有一点像 如果我们看内装的话呢 除了这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之外 它还有数位化仪表 甚至还有氛围灯以及电子收叉车 在同级的车款中这样的配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见 所以我们很看好 Avanza 大开款 可以延续它的前辈 继续热卖 而值得一提的是 有不少的坊间消息传出 Produa 全新的 MPV 也就是 D27A 很有可能就是基于这个 Avanza 的打造 所以我们看着这个 Avanza 就可以想象到 它可能就是明年登场的 Produa 全新 MPV 了 第二则新闻 Nissan 的高层确认了 R36 GTR 正在开发中 GTR R35 从发布到现在已经卖了十多年 虽然说它的性能还是非常的出色 其实它已经不能满足这个排放发规了 所以一直有传闻 Nissan 正在开发新一代的 GTR 可是官方一直都没有确认 直到最近官方终于确认了这个消息 而且他们还表示 其实在 2018 年的时候 原厂就已经开始了这个 GTR 的开发工作 而且呢这个 GTR 跟之前传闻的不一样 它并不会延续 R35 的平台 而是改用全新打造的平台 这是因为新一代的有可能变成油电炮车 也就是它会有电动机跟汽油引擎 虽然如此可能会减少一点点热血的声浪 但是 GC 啊这个引擎马力会非常的高 不过目前 Nissan 也没有公开说这一个 引擎的数据 这是因为他们还拿不定主意 不要让这款车继续用这个纯内燃机 来贩咒 还是采用混合动力 因为现在全球都说电动化电动化 所以Nissan GTR R36 会不会跟上这个步伐呢 我们拭目以待 第三则新闻 就是2022 年的 ProDual Myvi 小改款的 规格曝光 这一次 Myvi 的小改款真的非常有诚意 因为它会在外观上面进行一些改良 其中头灯组变成全 LED 的头灯组 至于在先进的安全配备上面 除了我们之前常见的这一些 前方撞击易警啊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它还会加入非常多的功能 其中就包括了主动式定速巡航 让它成为马来西亚市场 最便宜拥有主动式定速巡航的车款 其他的像是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便宜警示 车车盲点侦 都会在小改款的 Myvi 上面看到 所以这个 Myvi 这一次改款真的非常有诚意 而且它的改变还不只是在安全配备上面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个小改款的 Myvi 它会更换 全新的 CVT 变速箱 也就是跟这个 Artiva 上面的一样 具备了齿轮 所以在起步跟油耗表现会更出色 其实官方也有表示啊 这个新款的 Myvi 油耗表现会更出色 但是除此之外官方没有公布太多的详情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这款车 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不过有一点我们确认的是 这个小改款的 Myvi 价格会上涨一点点 那么上涨一点点但是给你更多的配备 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第四则新闻是马来西亚的骄傲 因为 CKD 的开院终于在我国发布了 值得一提的是 Porscher 在马来西亚的工厂 是他们全球除了德国以外 唯一一座海外工厂 不过他们在一些欧洲国家有和这个 FW 一起共享这个生产线 但是如果是以品牌自己的名义设立的工厂 马来西亚是除了德国以外 唯一一家哦 那么第一款发布的 CKD 车型就是这个开院大型的 XUV 根据官网的数据呢 这个 CKD 的版本你可以在上面拥有之前需要选配的一些套件 例如说这个 音响系统啊 等等 但是引擎的马力跟变速箱的设定等等都还是维持一样 它采用了3.0L 的 V6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340PS 匹配8速的自拍变速箱 这台车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它的售价 CBO 版本跟 CKD 版本的 凯燕价格便宜了 11万5千令吉哦 这个价钱你可以多买一台C segment的 大家听到这个凯燕的价格是不是有兴趣呢 那么就赶快去Porsche的展示听学们吧 最后一则消息 肯定也是会让大家兴奋的一个消息 就是吉利终于在他们的一份报告中 正式确认了 Link Encore 领克品牌将会在 2025 年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这个品牌实际上是吉利和 Volvo 合资成立的 主打高端市场 所以它的技术来源全部都是 Volvo 例如说 CMA 平台 SPA 平台等等 都可以在Link Encore 的车款上面看到 之前Link Encore 也有多次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但是当时官方给的说法是 他们只是在马来西亚测试马来西亚的道路以及天气而已 可是实际上在 2018 年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询问这个Link Encore 的高层 他们也有表示他们确实有兴趣 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只是等了那么多年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确认的消息 它真的要来了 可是必须等到 2025 年 而且我们相信 Link Encore 如果真的来到我国市场 CKD 的可能性会很大 因为目前 担救马来西亚的工厂那么大 如果不善用这个工厂的话 就有点浪费了 对不对 可是目前除了确认来到我国之外 引进什么车款 等等我们都还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还是有待官方的公布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每周360 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好啦 我们下个星期的360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